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大家相互配合 那今天大家应该也都透过了这个媒体的报导 那针对很多蓝白和这些时事的问题 有很多的问题想要提问 那我们今天呢在现场是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同时也是台湾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 还有我们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都在现场 那马上呢我们就开放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我们的记者会 首先感谢朱立伦主席还有侯友一参选人 还有期望说在野立案可以整合的好朋友们 大家好大家好 台湾民众党成立到现在只有四年 结果在今年的总统大选 已经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很多人来讲这都是一个叫mission impossible 不过为什么这个会出现 因为台湾人民期望改变 他们希望改变什么 改变过去三十年来 蓝绿统促两极对抗的领导 希望国家不要再把地气弹位在这种无谓的增值上面 他期待说贫富悬出能不能减少 那个青年轻人低薪的问题能不能减少 事实上在今天早上的 在驻台的这个外国记者会 他们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从统计数字上看起来 台湾GDP有成长 不说没有错 的确是GDP有成长 但是你想不想贫富悬出也越厉害 所以这种分配不均的问题也是起人民期望去改变 但台湾人民期望是说我们国家面对的问题 不管是缺损缺电缺地缺工缺人才 甚至缺鸡蛋缺猪肉 老宝费要破产了 健保费又不能控制 有很多我们需要严肃去面对的问题 一直都卡在那里 也没有有效的解决 更重要台湾人民期待说 台湾是缅力支倒部和摩扫 不应当是在外国人眼中看起来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好像随时都可能发生战争 本来政党有它的主体性 所以本来选举应该是每个政党各自去努力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目前台湾社会期望政党轮替的民意超过60% 所以为了误论这个民意 我们要想说好不好 那既然民意如此 那是可以讨论政党合作 所以对台湾民众来讲 他的目标是赢得选举达到这个政党困体 可是我们现在看起来 国民党的战略目标好像只是赢过柯文哲 而不是去赢得最后的选举 那对我来讲 不管是选举或执政 它都是一个改变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 所以在这个我们除了要赢得选举外 我们开始提出说联合政府的这种概念 那事实上在台湾历史上从来没有联合政府 因为我们不像法国、德国或是昆蘭这种国家 他们联合政府已经有很长久的历史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也是一个新的常识 所以在这半年来你知道 我常在思考说 如果让台湾可以常治久安 所以我们开始主张说 我们终究最后应该走向内阁制 所以提出了各种论述 那么除了联合政府的这种概念 除了要赢得选举 所以当时就说如果要合作的话 那我们就应当是用一个大家都可以认为公平的方式来比赛 我当时提我提法就是说 好那不管就你要比照2020年 不管是国民党迷进来 它也是做全民调啊 事实上国民党在上一次选出总统候选人也是理民调啊 甚至这一次他们把郭董打下去也是用民调啊 那更不要说民进党啊 所以为什么不用一个 在过去20年已经形成惯例 而且被证明是一个 大家可以 这个信度效度可以被接受的一个全民调的比划 我特别要去弄一个叫做开放式初选 其实我非常清楚你知道 我们说全民调 他说开放式初选 然后最后就跟我说 那不然一比五十对五十 其实我非常清楚 今天如果比全民调的话 我要英国国务有20%的 没那么容易 但是如果是比这种开放式初选你知道 投票的时候设在广命党的民众服务处设73个 然后让你有造册有动员 在那个开放式初选 他赢过60%非常容易 所以我也非常清楚就是说 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就是说 那你说这样我说这样 不然一半 可是我会 本来我还想说 好吧你这么喜欢开放式初选 那我就跟你来一个线上线价整的 开始给网络投票 我后来想一想你知道 他还是没有解决那些网票的问题 所以终究我们还是没有 没有在提出这种对案 那今天早上 这个陈志然 一上班就给我看那个报纸投票 我觉得是这样 不应当用这种好像下最后通牒 还是这样就要 一天之内回復 感觉上就好像大党在打压小党 更明白讲这简直就像低分 而且连那个选票都帮你引好 只有柯侯跟侯科 他完全没有让你选择的营地 我想今天民进党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获得权力以后的傲慢 才变成堕落这么快 所以是这样 我们不希望说 有一天我们拉下一个傲慢的政府 就换了另外一个傲慢的政府上来 这不是我们期望的 所以结论是这样 20224应当是 台湾改变命运的转捩点 所以 顺应民意让台湾赢 才是最重要的目标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放媒体这种提问 有媒体发问的吗 台市取强 市长所以您最后的意思是 决定不接受侯友宜的提议了吗 然后第二个是您怎么看 就是目前有传出说 你有可能跟郭台铭那边 也有不分的合作 甚至寻求可能台积片创办人 方中某的模式 然后他可能变成一个特使的方式来带 帮助你出一些国际事务 怎么看 第一点我觉得是这样 像公民党在 在跟我们这次说 科和活科 其实这有个战略上说 就是说 我还是主张 为什么说联合政府就是说 我们要集合一切的团结的力量 所以我看到公民党一开始那个策略就是 先把郭嘉宁排掉 我觉得这也不对 团结一切的团结的力量 这才是一个联合政府正正的精神的第一点 第二点 不管是郭台铭董事长还是张中某董事长 他们都是台湾重要的职场 所以他如果他们愿意来帮忙 都是国家重要的职员 所以我不晓得你刚才要问的 不知道要问什么 如果今天无法柯郭或是郭哥配有周刊报导说 可能会写人像之前张中某去当 在特使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高度的方式来合作吗 其实这样 其实报效国家有各种 要呼这个国家有各种角色各种方法 只是说很不幸就是说 他还是要透过一个选举的方式 谈认总统副总统 所以这也是 但是老实讲 要对这个国家有共用 我每次讲说 我认为实际 那个政言法是 他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力 恐怕比总统还大 好了好了 还有什么要问的 主席那想请一招 那根据你刚刚的说法 因为你提到打压又说是逼婚 那所以现在可以说蓝白河是破局了吧 这是这样 第一点我们也希望说 老实讲 对我们来讲 我们也希望说这事情可以快一点解决 因为我们希望说月底之前可以解决 因为我们还有副婚居 还有副总统 这些东西要解决 如果一直压着我们到时候也没办法选 所以第一个我们希望说这件事情可以尽速解决 第二我们希望说比赛规则应该是让双方都会服气的方法 你一个比赛规则你跟我说那公平一笔 我说一看就知道 你这个是包赢的方法 你才要跟我赌 还有吗 请问 请问一下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就是希望是用全民调的方式来进行比吗 然后以及说因为刚才也提到说时间快到了 那您的daylight是在月底之前吗 对我们来讲当然是月底之前 我跟你讲我们副婚居还是要处理 副总统还是要处理 你总不能到一月十九要课 我说好像要破局 然后一个晚上就找乌总统 好还有吗 哪边 二边 麦克风传一下 想要跟主席请教一下 因为今天是不是会在拜会这个王金平 然后有预计说可能会谈论些什么吗 然后另外就是大家要近期 因为你也见了很多像是朱立伦侯友宜还有韩国瑜 还有像郭台瑜王金平这边 大家觉得说您好像是通通都见了 然后有形容说这有点像是你的高招手段 你怎么看 第一点 今天下午要见王金平是很早以前六月 绝对不是做这两天的变化 因为那个报纸托僚就今天找我们来看到 所以我们下午还被迫要出来开记者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还是一样的态度 你知道 我们不要让台湾成为一个分裂对抗的国家 应该还是那一句团结一些团结的地方 我们内部永远都是要铺门北派 你知道吗 自己内部都搞不定了 你怎么有办法去对抗外面的中国大陆的问题 所以我倒觉得是这样 尤其是我们医生的个性的关系 我们医生病人送到 我们也是说 医生送到 病人送到台湾院急准处 我们从来没有问到说 你在做一堂 所以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处理台湾的政治问题 为什么政治人物今天要分党分派 他要分派系 要把这个国家搞垮 后面的装饰吗 主席帮老师有两个问题想跟你做个请教 就是主席刚好谈到说 担心这个投票可能是因为国民党会用动员 但是到时候实际 明年投票的时候还是实际要等于世界民主 还是要用投票 那主席真正担心的原因是什么 那另外一部分是说 主席有考虑就是要跟民进党来组续联合政府吗 会有反对台独的问题吗 第一点 你要问到一个很敏感的题目 我想美国政府来台湾 你看罗生伯克他怎么讲 他不支持台独 其实更重要 今天在台湾最大的共识是什么 维持现状 所以既不是统一也不是独立也是维持现状 虽然从民调也知道 这是第一点 再来就是说 我也知道公民党现在的策略就是说 可能这个选后会跟民进党而走 所以党已经要回归了 第一点在现阶段当然 如果我们跟 如果这个主席的内阁 国民党就是最大的主力 主要的力量 不是主力 主力 最主要的力量 但是我也认为 我也明白讲 也不需要说一个政府上来 然后 把所有另外一党 一个都不存在进来 这也不对 你知道 我还是那样 主要还是 比方说 其实我也非常清楚 主要是国民党 还有一些民众 因为 但是不能说整个政府里面 一个民进党都没有 不存在进来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政治 主意相请问一下 主意相请问一下 今天民进党的总统参军 赖青德说 蓝白河如果不是为了理念 就是权位分敞 你是觉得 怎么看他这段评论 他是不是害怕科兰 不然 今天如果蓝白河 就是为了顺应 那个希望 政党轮替的 超过六十个人的民意 還有點,我也希望說,其實我這幾,這將近跨一年的時間一直在思考 你知道為什麼我還會提出這種聯合政府的概念 我剛才發現現今國家都是內閣制 反而我們現在看到那種比較什麼,那種叫做半獨裁國家,反而都總統制比較多 所以慢慢的我們要學會說,共融、妥協,這個文化還是要帶進我們的政治圈 我們永遠都在兩極對上,太殘酷了,搞到最後變得太得體,我們又是贏者圈拗製 坦白講,這七次修憲以後的政治體制,其實真的要再改,我覺得不適合台灣的長期久安 主席想請教一下,因為侯市長昨天算是釋出善意說,他不會絕對要當政的 那有覺得說,有感受到他的善意嗎? 以及剛才侯市長有強調說,我從來沒有反對全民調 那他覺得說總是要坐下來談,那你怎麼來看這樣的反應? 那所以,就是這樣啦,他一開始說,我可以擔負的是因為他知道他一定會贏 這才能這樣講,不過還想過強是這樣啦 我們還是,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討論合作啦,沒有說不能合作啦 要坐下來談也不是不可以啦 我們本來就沒有說我們一定不跟你談,我們只是說 我只是說不贊得你,用這個方式大家一看就知道不公平啦 還是那一句話啦,這個是就像剛才我跟郭台銘董事長講的 我說你都不知道比賽規則,你怎麼敢去跟人家比賽 所以我們要求的只是一個公平的比賽規則 就是說雙方都會無棄的比賽規則 你不要用一個比賽規則,人家就是覺得這不公平 那三個人比 好,後面那位媒體可以幫我談一下麥克風,謝謝 想要請問一下主席,目前的話是不是就是併調需要全民調 雙方才有辦法繼續談下去 那如果說,如果沒有辦法談下去的話 是不是國會合理也是一個辦法 這個今天早上,那個台灣的駐台的外國記者 我也在錄的會議 跟大家講,就是那一句話,其實政黨合作或是聯合政府 在台灣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做過 所以有時候真的我們是在投下時代的最前面 政黨合作有政策的合作 有總統選舉的合作 有立法委員選舉的合作 選舉結束以後還有組合的合作 還有立法院 這個院長、副院長、委員會召集人的選舉的合作 還有將來在每一個個別法案的合作 所以坦白講 政黨合作的範圍 遠比想像的大 那麼為什麼今天大家都一直在講總統問題 這就是我們今天台灣政治事務的問題 因為總統就是贏者圈、豪子 所以大家也不管立法委員,也不管其他 哪裡不談政策,我們就總共只 英文叫Hocus 就Hocus在那個總統的選舉 其實從這個故事當中 就可以知道我們今天台灣政治上的一個癥結 在哪裡 先中央市好不好 謝謝,這邊 主席想請問一下 這個跟民眾黨比較無關 就是說主席怎麼看趙天明跟鄭文燦上去爆出桃色風波 那趙天明也被要求退選 那民眾黨會不會派任 或是你會去支持國民黨提名的陳梅洋 那另外一個是 主席雖然最近一直對郭董釋出善意 然後也說郭董要有角色 但是其實主席在五月金門海事山峰之後 就一整天被郭董並供 那你們前陣子在紀念說公會也是互動很冷淡 那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最重點的轉變 第一點,今天在討論國家未來前途 2024台灣的轉捩點 突然問我鄭文燦跟趙天理的事情 馬上時間腦袋轉不過來 我倒覺得這樣,那個是個人私事 不在今天,如果我們去吃飯 飯後茶也會跟你聊這個屏幕 今天都吃幾隻卡梅拉在這裡 我們跟你討論這種屏幕 就第一點 第二點,郭董是這樣,我倒覺得是這樣 其實合作就是說在磨合當中 慢慢大家找出合作的模式 所以為什麼會是強調說有交流會增加善意 有善意會增加那個交流 最起碼避免誤解跟差跡錯誤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像郭蘭銘董事長 我常常會跟他開笑跟他講說 我應該一三五來下班沒事先來你這裡聊天 常常是這樣,有多聊幾次 大家知道彼此的想法會比較容易做 主席,我跟妳多請教,確定一個問題 如果說侯今天對全民調 侯又以對全民調是有一個比較更開放的態度 因為他有喊出說,如果照他的遊戲規則 他可以接受當副手 那如果照您的遊戲規則,他願意接受全民調 你也可以喊出,你也願意出了當副手這樣的決定 那以及因為他也說侯科或科侯必須把一起選 那你會有類似的要求,或是你覺得需要嗎? 那我本來原子設計是說,贏得當政的 然後輸的一方他可以推薦副總統 因為這還有這個聖選組合的最佳考量 當然是這樣啦,我們也可以表達說 當然是人家說 我也可以表達說,好啦 這個既然我媽媽每次都跟我說 活在世界上,活在傳包養 所以合作不是不可以,不可以 這個當然大家可以坐下來協商 好,我們最後三題,後面那個聯合早報 可以幫我低下麥克風嗎?謝謝 謝謝 主席好,如果照您今天的表態 是不是說亮出選票 出國民黨口有一個亮出選票 以及給出 deadline 的最後通電的逼婚方式 你已經退了 然後可是如果他願意照你們的比民調的方式 就像他今天所表態,他也不是不能夠接受的話 就其實還是可以跟他談 或者是其實,就照侯儀的說法 如果您明天不回應的話 他就要進入政黨協商 等於侯科談破局 謝謝 其實政黨協商表示還沒有破局 政黨協商沒有破局,侯科談也沒有破局 其實這樣啦,有時候也不用當事人談 所以說政黨對政黨談也是一個辦法 第一點,第二點我倒覺得是這樣 其實活在世界上,我也同意我媽媽講的話 做什麼事情也不要抱怨 一切都可以協調 還是那樣啦,還是那句話 我們希望台灣可以變好 我每次在演講最後一句話都講著我 希望台灣因為有我們可以變得更好 不要說因為有我們變差 好,主席不好意思,我就直接問啦 那就在10月底之前,如果是民國民黨 你們還能夠根據這個比民調方式 來做一個協商的話 代表說侯科談或是政黨協商都還沒破局 對,謝謝 好,敬業室 其實那個是,那規模沒電啊 應該是斷斷續續 好,主席這邊想問一下 因為你剛才是說 你剛才是說不是不能談 其實不喜歡這樣的比婚方式 那所以如果他們現在喊出 就是daylight就是在明天 那這樣子你還會就是回去思考 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還是您這樣的回應 就是已經公開的在回應 就是跟我們講 也就是說現在就是 會不會覺得侯友宜他們這樣的說法 其實就把藍白不能整合這樣的罪名 再甩鍋給您,謝謝 其實也不要 不用算計那麼多 其實這樣就明白講 其實我們要的只是一個 讓大家可以幸福的比賽方式 比賽方式,人家一看就說 這四五局,人家就不要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公平公開 一個公平公開的比賽辦法 我們還是可以參加比賽 好啦,好了 我們最後一題了,原因 不然變成cord 我一直扣 主持人,請教一下 因為你剛剛說政黨協商沒有破局 所以我們現在是開始正式進入政黨協商 開始專心對於朱立倫主席來談嗎 然後不會再跟侯友宜這邊談的嗎 我們也不會這樣啦 我跟你講 我沒有那麼壞心 要挑撥人家的敏感神經 沒有那麼陰險 但是這樣啦 其實我跟你講 我剛才不是講過嗎 這合作有很多層面 從那個再講一遍 從政策的選票 總統的選舉 立法委員的選舉 他的選舉結束以後 內核的選擇 還有立法院院長 委員會稍息人的選擇 那個選舉 還有到以後來將來 那個每一個議題的時候的合作 所以合作有很多種嘛 如果完全都可以合作 那就乾脆拚同一個黨就好了 所以有時候合作 有些可以合作 有些可以合作先合作 就這樣 最後一題 還是不能三比 那個市長跟隨意說 跟您講一個問題 你怎麼看洪海富士剛 在最近被中方查了稅 那有人在解讀說 是不是也跟他參選總統的嚴肅有關係 怎麼看 中文國常常對外宣稱 他是負責任的大國 我覺得你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就要進到 先進國家的標準 像在這個敏感的時刻 他就跟富士剛查稅 那他就要出來說明 你是針對富士剛查 還是大家都一樣查 要講清楚 還有為什麼這個時候查 所以還是那句話 我每次說 中國還是要想辦法讓自己 不是你自己說你是先進國家 你要自己的行為看 你要先進國家 所以我猜這個富士剛被查 所以保證 晚上公文節目要跟你談一大堆 是不是中國在逼郭台銘退選 是不是還是怎樣 還是這樣 一定那個就是 不過因為這樣 晚上公文節目才有人看 政府的角色 所以剛才剛才講那個政府角色是這樣 其實在這事件當中 我看那個報導蠻好笑 就是說 我每話說 我們會關心什麼鴻海跟大陸談判的情形 政府要進到保護企業的人 特別是我們在駐海外企業的責任 今天出這種事 政府完全沒有矯正 那也不知道怎麼做 這也是不對的 所以我倒覺得在這件事情有兩個問題 中國自稱是什麼負責任的大夥 你行為表現看起來就不像一個負責任的大夥 一個台灣政府完全束手不出 那也不曉得怎麼幫忙 這都不對的 這個應該 所以我就每次說 不要太多的歧見 就是說 唉可以可以 可以 反正主張兩邊可以溝通還是要溝通 好 非常感謝各位媒體朋友們 今天熱烈的提問 那我們的聯訪時間已經超過20分鐘了 那主席他另外有行程 我們現在就可能要拜託大家 可能幫我們有一個道路 讓我們可以方便移動 然後也非常感謝所有的媒體朋友 還有在線上收看直播的朋友們 今天一起來參加我們 針對在演準和辦法的實施回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